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认为安倍不会再参拜建国神社 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3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东北部遭遇暴雪侵袭 多个地区发布了暴雪警告 路空交通大受影响 超过3000个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误 多个地区都宣布学校停课 也有政府机构停止办公 而恶劣的天气及交通状况 更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雪鸡的后了就得清理 即使是纽约新任市长白思豪 也亲自出马才走屋外积雪 他也不忘赞扬还为工人 谨守岗位除雪 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必要 最好留在室内不要上街 白思豪一上任就遇上暴雪 他的反应是下令调派 接近2500台除雪机清理道路 有市民称赞白思豪做得不错 至少比三年前的圣诞大学做得好 市任市长布隆伯格去了度假 市政厅反应迟缓 交通大瘫痪 民众怨声载道 在马赛朱塞州首府波士顿 受风雪重击 寄雪达到35厘米 部分地区更高达60厘米 当局调派3000多人清理寄雪 而在沿岸的西楚埃特 风雪更加猛烈 出门的市民都要跟漫天风雪搏斗 首都华盛顿也是到处白茫茫一片 不过有阳光加持 来个神跑也不错 气象部门预计 来自北极的强冷气团 会令美国大部分地区进一步降温 部分地区更会跌到碎势零下20度 风卫视综合不得 另外在经历了一夜的暴风雪后 至3号中午曼哈顿主干道的机雪 已经全部清除 全市地铁恢复服务 但纽约地区三大机场 仍有缺700架的航班取消 暴风雪从2号晚上开始持续下了一夜 到3号早上 纽约中央公园的累积降雪量 已达15厘米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在公园享受新年的第一场大雪 而雪后 城市的交通恢复 也成了新任市长 白四号应对的首个考验 纽约市新街区出动了2500辆 禅雪车和杂烟车 至3号中午 曼哈顿100%的主干道 和90%腹路上的积雪 已经全部清除 虽然公车有延迟 但地铁线路基本恢复服务 有市民赞心市府反应及时 做得不错 这回来真的非常好 我认为真的 即使你去中央公园 你都可以走到中央公园 所有的区域都清除了 所以他们实在做得非常好 城市做得很好 但这并不是很大问题 我认为这并不是像 我们的过程中央公园 媒体似乎比较大事 比较真正的 在曼哈顿都不错 但我预认 由于当天 纽约城温度降至零下10度左右 全市1700所公里学校停课 纽约地区三大机场 有700多架航班取消 截至3号下午 纽约肯尼地机场 全部跑道已经重新开放 但拉瓜迪亚机场 和纽瓦克机场 仍有大批旅客滞留 富汗卫视 刘宾颖王牧 纽约报道 另外美国五角大楼 周五表示会减少三分之一 要向美军士兵支付及时威胁补偿的驻军基地 包括巴林 沙特 阿拉伯和波斯湾等 预料每年可以减少1亿美元的开支 而目前仍然保留支付及时威胁补偿的驻军地点 包括了阿富汗 伊拉克 以及邻近叙利亚的约旦还有土耳其 而至于海盗问题严重的索马里海域 关塔纳摩 以色列以及阿塞拜疆 还有希腊的雅典都还在保留名单上面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2012年美国国防部总共支付了5亿美元的 及时危险补偿 在有关地区的工作美军人员 每天可以额外收到7.5美元 每个月最多领到225美元 国防部指出决定减少向这20多个支付点的及时补偿 只是依照定期的审查 不是因为要删减预算 另外美国前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 三号是接受了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处理日本事务的高级官员认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会再次访问晋国神社 但李侃如指出 如果安倍继续参拜 可能会对美日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李侃如在采访中表示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认为 安倍参拜进国神社是单独事件 参拜之后 安倍压力减轻 应该不会继续参拜 I spoke very recently with one top U.S. government specialist on Japan And said to him that I thought that this indicated that Yasukuni visit would become an annual event Very much as we saw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nd his view was that it will not This is a one-off incident That that Abe was determined to make this visit But haven't made it will not feel under great pressure to do that again 李侃如表示 安倍之前没有参拜进国神社 却没有得到中国和韩国的感激 因此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前往参拜 If he was going to visit the Yasukuni shrine Then he took the right opportunity to do so This was after the Chinese declaration on ADIZ So he felt that not visiting the shrine had not been appreciated by China His restraint had not been appreciated by China 李侃如对于安倍参拜进国神社感到失望 他指出 美国的担心在于这将损害 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并影响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 富豪卫视 网民如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alaxy 処方 Galaxy 美国 Douza Galaxy 美国 Galaxy 凰 Galaxy 処方 Galaxy 処方 Galaxy 処方 Yi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为只有低收入的家庭才能申请 没有认真准备就匆忙填表 聪明的工程师 聪明的家长 加上正确的信息和专家的指导 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想得到正确的信息和指导 请参加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讲座 华首创过万尺水立方水疗会所 融合桑拿按摩足疗美容休闲于一体 映射搏击训练 电话604-276-2778 地址4411-Richmond3号路 大胆创行 走自己的路 全新Nissan Road Nissan 今日新 明日新 为所有而创新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福克斯娱乐集团已出售所持 星空传媒47%的股权 后者拥有三家华语电视频道 及星空华语电影库业务 星空传媒多数股东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以及星空管理层同意收购这部分股份 福克斯娱乐集团副首席运营官詹姆斯莫多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交易是该集团精简关联公司股权结构计划的一部分 据悉 星空传媒成立于2010年 旗下拥有星空卫视频道 星空国际频道和Channel V中国大陆频道 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的最新研究则显示 年轻人每周饮用约1.5公升啤酒 你会对血液细胞带来破坏 令细胞失去修复及防御功能 过量饮酒更会损害基因 失酒者的风险比低酒不沾者高出近5倍 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将一批18至23岁的青少年分成两组 一组每周饮用1.5公升啤酒 另一组则完全不饮用酒 结果发现失酒者的血液出现氧化破坏 凝香血液细胞修复 分解酶毒的能力 研究结果还显示 失酒者的DNA出现了死成破损 对照组则只有8%的DNA损坏 美国航空公司AA表示 经由6万多名员工票选后 过半员工希望美国航空公司 所有班机的尾翼都能画上红白和蓝色的横条纹 据报道 美国航空集团计划让旗下美航 全美航空和全美快捷超过1100架班机尾翼换新装 且集团新下定的班机已确定都会穿上高票当选的条纹装 美航提供员工两个选项 其中52%的员工选择这项看似美国国旗致近的新设计 另一个选项则是回复旧有的标志 也就是在老鹰剪影下写上美航缩写AA 今年一时加拿大本地英文媒体CBC选出了2014年加拿大人将关注的十件大事 今年2月的俄罗斯索契冬奥 纽约巴西世界杯和10月的多伦多市长选举皆位列其中 其他的七件大事分别是 2月14日开播的第二季美国火爆电视连续剧《纸牌屋》 4月5日阿富汗总统大选 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 9月18日苏格兰举行独立问题攻投 10月中国长沙220层的世界最高楼竣工 11月4日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1月9日推倒柏林墙25周年纪念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三级的短消息 近期有消息指 作为内地上市公司分红制度的一项创新 以古代西制度细则有望尽快推出 但学者表示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 以古代西可能变相成为上市公司的融资举措 不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以古代西制度是指在利润分配时 上市公司将收取现金或股票的选择权赋予投资者 不同于目前由上市公司决定派发现金红利 还是股票鼓励的做法 投资者可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或现金流状况 来决定将利润转投资或者是提现 分析人士认为以古代西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载融资 税收政策的优惠和市场前景期望良好 使股东可能选择以古代西的两大因素 但市场低迷时这种选择也充满了风险 深圳将启动部分汽车号牌竞价发放 交警部门称只是针对联号车牌与线牌无关 不过民众仍然猜测这是为线牌试水 深圳可能继北上广之后出台线牌政策 五个八三个九两个六类似这样的辆车牌 深圳即将在越内竞拍 目前内地四大直辖市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 已经对汽车增量实施了限制措施 多位受访民众表示能够接受深圳线牌 而深圳即将启动的号牌竞价原则上 每个月竞价一次 每次发放五百个号牌 有市民就认为应当披露竞拍款用途去向 而深圳交警部门又表示 其实深圳早在2008年和09年 就已经进行过两次号牌拍卖 而相应款项全额上交财政 主要用于道路交通建设和补充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济基金的不足 中国网谈一节里纳周五在深圳网球公开赛 在半决赛中横扫德格新秀贝克 他距离未免冠军只差一步 在深圳公开赛的半决赛 红衣的头号种子里纳与8号种子贝克 在首两局互破罚球局 但31岁的里纳除了罚球强劲外 正反手也压制对手 结果他一口气连取十局 最终以6比1和6比3轻取年仅19岁的贝克 争取未免的里纳将与同胞彭帅争夺冠军 由于美国球手金九辞因伤退赛 所以造就了彭帅首次晋级深圳赛的决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豪华之所以与众不同 关键在于细节 它不只是看外表 而是在乎您的感觉如何 因为这关系到您生活的品味 让您在家就感受到豪华尊贵的气氛 男家最大的豪华家具展示厅Mark Prettymore Designs 大胆创行 走自己的路 全新Nissan Road 哎哟 皱纹 妈妈 吃这个 皱纹就没有了 Elastic美人 你妈去哪了 不就在这儿吗 美得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没看Elastic美人 什么也骗不过她的眼睛 寻找名品的目光 若不是尖端产品 绝不选择 容不下半点虚假 眼光挑剔的她最终的选择 加拿大百年历史名牌皮草Purpose First 现正继续举行荣休节夜大清销 超过160万元名贵皮草 有俄罗斯紫雕 Chinchilla 雕皮长短大衣 不计成本一键不留 均由一者起发售 数量有限 万物错过 把握一生难逢机会 史无前例 预购从速 节日将到 快点来温哥华449 Hellmonton街 Purpose First 挑几件既名贵又超值的皮草 所有货品一律免税 查询604-681-639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回来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涨跌互建 联储多位官员讲话 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大盘交易气氛审慎 全天走势好坏餐板 我们来看星期五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状况 星期五在开盘时候就出现了小幅涨跌互建 全天日窄幅震荡收盘 也是涨跌互建作收 市场在星期五高度灌注的焦点 是在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 举办的经济论坛当中 多位联储官员 包括联邦主席主席发表讲话 黄南克在讲话当中表示 目前美国经济的顶头峰 峰率已经减弱 所以预计经济将会是稳定增长 同时他肯定了金融系统的恢复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还有目前财政政策的收紧状况 略微有所减轻 加上联储局还会是相当审慎的 维持目前的政策调整的幅度 所以经济增长 应该是在相当有利的环境之下 会继续持续下去 但是其他的联储官员讲话 则是有不同的看法 费长联储官员表示 联邦主席局可能要根据经济的状况 而调整两宽加快的步伐 同时十年期的长占收益率 也是出现一个小幅上升的迹象 不过当天整体的交易心态 还是相当审慎 汽车类股虽然公布销售状况 出现了不如预期的销售 但是下跌幅度也是相对的有限 而苹果公司则是拖累大盘 出现下降的一个大型股 连续下降了2% 主要是因为市场认为 他们今后的手机销售 可能边际利润上升空前有限 所以对股票市场 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压力 共同来说 华尔股票市场在新体股 走势相当审慎的投资人士 观望今后的联储政策方向 交易气氛也是相当清淡 以上是新体股情话峰会 是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要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回来 在市区消息方面 针对安倍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 靖国神社 今天中午洛杉矶华人乔 届是联合新老乔和月简了的各社团代表 在孟特里公园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强烈抗议安倍的行为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挑衅中日关系的底线 新闻发布会上 与会者一直认为 日本首相安倍冒天下制大不韦 共兰参拜经过神社 是对历史争议和人类良知的 珠宝践踏 是对二战胜利成果 与国际裁判的共兰挑战 参拜他们的所谓的英雄 且对全世界的 包括亚洲的人民 造成了极大的感情上的伤害 他把亡灵奉为英灵 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另外他在不停地修改一系列的法 最终要修改和平的宪法 二战时期 日本侵华 烧杀旅多的野蛮刑警 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敬拜这些战犯 所以我觉得使我们 整个的中华民族 我们的中国人 都是没法容忍的 这个历史教训 我们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我们中国人 不容欺负了 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是要靠双方来维护的 安培意义故行 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经过神社 是对世界和平的藐视 全球的和平 不能有这个安培 这种好战分子 不断地发表宣言 这是极端可怕的 这个继续下去 对日本是绝对不利的 对日本不利 就是对亚洲不利 对亚洲不利 对于全部国际的不利 记者会上 张苏九女士 还代表 洛杉矶全体华人侨界 宣读了抗议信 并表示 值得就将辞性 递交驻洛杉矶日本领事馆 丰文卫斯网民 洛杉矶报导 另外在公商消息方面 几年前在美国东部纽约 创始的青岛人家餐厅 日前是来到了洛杉矶 东区正式营业 青岛人家落户 洛杉矶将给男家的美食界 增添一道风景线 青岛人家开业的当天 洛杉矶各界政要 历令祝贺 并为青岛人家 政治营运剪彩 餐厅的招谎 极具中国的特色 墨制装饰 更凸显中国古老的文明 门庭墨制扁排上 四个醒目的大志 青岛人家 也出自于中国著名电影演员 唐国强之首 我们这两年连续被米其林 评为最有特色的 华人餐馆 百菜百味 所以说我们这次来到洛杉矶 我觉得洛杉矶 从气候各个方面 我们觉得都非常好 而且我们华人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装修的风格 更贴近于山灯的风格 农家的风格 王总裁还表示 青岛人家登陆洛杉矶 别具一个的吞调方法 和荣誉的地方风味 将给南加州的民众 带来不一样的享受 富翁卫斯网民 洛杉矶报导 另外美国洛杉矶 温州商会日前是召开 接种会宣布 即日起洛杉矶 第一个留学生公寓 新环球留学生公寓 正式启用 据主办单位介绍 投资留学生公寓 标志着温州商人 已从入职文明 转移到精神文明的层面 在今后的岁月里 将一路既往加强 在教育领域方面的 投资力度 计划在我们这个学校 直接投资美国的高中 初中 这些学校 甚至大学的一些 培训的课程 新环球留学生公寓 坐落在 卢山基东南面的 史拉克腾 共有72个单元 可容纳学生220个 公寓对小留学生 将采取接种管理体系 从而保障留学人员的安全 中国的家长觉得说 孩子们要来学英文 所以要住在美国家庭里面 实际上美国人不是这样想的 美国人来 孩子们来这 他是把他们当房客 所以在饮食上面 非常的不习惯 那么安全也有问题 孩子们常常 因为语言上不通 所以没有办法 跟这个寄宿家庭的父母 沟通 于是他们很多 甚至于 朋友就结党了 那也发生很多安全上 出了很多的意外 我们两个孩子 住一间是1850 每个月 每个人 三个孩子是1550 四个孩子是1200块 当前大陆来美 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 社会各界 应更加多多关注 为保障他们的学业 不会异地荒飞 和身心健康发展 除当地学校 有蓄力加强文化教育 社会环境的熏陶 和人格特质的培养 也是必不可少 凤凰威斯网民 若然基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 每周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在天气暴红的 请继续关注 我们的每周华尔街栏目 不要错过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 凤凰威斯网民族 凤凰美洲奇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美洲新闻 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地图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想更好迈进 Stay Farm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鸡家名表 华人独家代理 昌星珠宝 钟表集团 美国太子牌花旗生的信念 就是成为你们可以信赖的品牌 也因为你们的认同及支持 二十多年来 年年成为全美国销量冠军 我们承诺会坚持我们的信念 成为你们最可以信赖的品牌 利尿剧损伤伤您的肾脏 肥的受体阻剂 令您乏力 幸运减退 血管扩张剂 造成您心慌喉痛 双孕药液通卖输压片 采用全新的降压理念 疏通血管 修复血管内壁 消除周样硬化 使血管软化 循环改善 从而使血压 自然而然地下降 通卖输压片 采取天然植物 高科技萃取 不含西药 疏通血管 自然降压 聚学扬维 通卖输压片 引领降压 新境界 中华热股票代码 GMEC被分析人士 称为美国市场上 最便宜的 中国稀缺电影概念股 经营业务包括 电影制作 艺人经营等 在中国电影 不断创新高后 华语兄弟 百分之百涨幅 光线传媒大涨 博纳影业 价值2.4亿 GMEC价值 严重被低估 索取投资者 资讯金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以前呢 我没有吃这个明目清 以前我的眼睛啊 经常都白眼球发红 而且呢 看时间稍微注视 直视一点 一会儿工作 眼睛就出眼泪 不敢直视看东西 在家里头 就感觉到 好像有风刮了以后 眼睛就像被风吹过 我想流眼泪 你知道吗 就是很不舒服 什么眼药水 我用了十多种了 哎呀 经常就是 就觉得 是不是过敏啊 还是怎么样 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所以我也没有去看医生 所以一直也就 也没有太 去 这真的是很重视他 但是呢 也觉得很苦恼 我吃这个明目清 这四个月了 我再没有发生过 我以前的症状 舒服 所以说我就看东西 可以看久 不流眼泪了 所以说真的是 这个明目清 对我来讲 真的帮助很大 好 是 哦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